OK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通关梵蒂冈博物馆 那还是老样子 我们直接边走边聊 梵蒂冈呢 是位于罗马市中心的一个国家 是的 它是一个国家 那和罗马的关系呢 就有点像河北省里的北京市 那它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占地面积就跟天安门广场差不多 人口有800个左右啊 但是呢 它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教堂 这个国家呢 主要由三个景点组成 除了世界第一大的圣彼得大教堂呢 还有我们现在正要去的梵蒂冈博物馆 以及人类艺术精华西斯廷教堂 一般来说呢 第一次来罗马的游客呢 都会用一天时间把这三个景点一口气串掉 因为毕竟罗马要打卡的景点实在太多了 但是梵蒂冈旅游集估计不希望别人这样做 因为你会发现他们会刻意给特种兵游客 增加各种各样的障碍 如果你不事先做足功课呢 很难一天内打通关 说了半天呢 还没走到队伍的尽头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坑 其实呢 尽管有一个不用排队的神奇方法 那就是提前在网上买票 对 就是那么简单 那这些排队的人都有病吗 他们都不会上网吗 那据说啊 现场买票确实会比网上买便宜一些 但我相信这些人多半不是为了贪便宜啊 就是事先没有做好功课 到现场后才发现当天的票已经卖完了 那后面的行程呢 又都安排好了 那就只能排队了 所以说啊 松弛的代价就是排队啊 那这里顺便多说一句啊 如果你计划在一天内把三个景点串交的话呢 我强烈建议在官网上定一个讲解行程 随便什么语言读行 只要你听得懂啊 但一定要约这种包含西斯廷礼拜堂的 还要确定可以走西斯廷的后门去圣彼的大教堂呢 如果你不是图伯爱好者或者是排队爱好者的话 那这条捷径真的很重要 我后面会详细介绍啊 当然了 如果你资金足够充裕的话 还能进一步彰显你的尊贵地位啊 比如订一个带隐藏关卡的行程 他会带你去一些不对公众开放的神秘景点 比如布拉曼特螺旋阶梯啊 而这个阶梯在博物馆的出口处呢 有个复刻版 而隐藏项目中的自然是原版了啊 据说当年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画天典画的那段日子里 每天都是从这里上下班的 不过呢 这个项目的价格也确实挺过瘾的 我最近一次查到好像要500多欧啊 花500欧感受米开朗基罗的通勤之路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值得 好了好了啊 那说了半天总算进来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花园啊 花园的地上呢有一颗大铁球 以前是可以直接上手转的 但现在五围起来了 不过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胆大的人跨进去转啊 与大铁球遥相互印的呢 是一颗巨大的青铜松果 据说它是古罗马的文物 那可能是某只古罗马的巨型松鼠埋到图里的 那除此之外呢 花园里还竖着许多映着西斯廷天典画的看板 那这些是用来给讲解员提前科普用的 因为西斯廷的内部是不允许拍照说话和放屁的啊 那我猜大概是不想影响教皇他老人家的休息啊 是的 教皇本皇就住在这里面 呃他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还住在古代皇宫的国家领导人了 那除了教皇呢还有 你以为我真的会说吗 anyway啊 从这个门进去上楼啊 右手边呢是一些古埃及文物 我建议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里 那虽然千年古事很有趣 但欧洲各大博物馆其实都有啊 在这里花太多精力呢 就好像去米其林餐厅凭可乐 不对啊 或许茅台或拉飞更形象啊 结果招牌菜还没上来就把自己给灌醉了 那确实有点得不偿失 那我们直接往前走啊 接下来会进入一个天井 那这里放了许多雕塑最有名的莫过于这个拉奥孔啊 讲的是一个古希腊先知的故事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特洛伊木马啊 就是那个肚子里藏着布拉德匹特的木马啊 拉奥孔呢 作为特洛伊的先知 打算向国王巨透 马肚子里的布拉德匹特的情节啊 结果呢 他本人因为泄露天机 被神降下了三条巨蛇 把他和儿子都缠死了 那这座雕塑呢 雕的就是他三副子被蛇缠住的瞬间 而关于这座雕塑本身的故事呢 其实更有意思 据说当年挖出来的时候 拉奥孔的右手断掉了 没有找到 那教皇觉得断一只手臂不好看 于是呢 就找人来给他安个假之 当时呢 正好有两个包工头在凡蒂冈搞装修 一个叫拉费尔 另一个叫米开朗基罗 拉费尔说手臂应该是伸直的 米开朗基罗则说是弯的 结果呢 拉费尔因为长得比较帅 教皇采用了他的方案 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 那过了好多好多年 这个雕塑的原配右手 居然在同一个地方被挖出来了 他真的是弯的啊 那个时候呢 才证明米开朗基罗是对的 但这件事的当事人呢 早都死透了 而这个天井里 除了拉奥孔 还有一个雕像 这是来这里的10个人 有9个都会错过的 就是这个啊 捧着一篮水果的男人 这个雕塑嘛 你要站在这个位置 然后抬头看 嗯 那再退后看看啊 这篮水果呢 瞬间好像就变味了啊 那我真的不是想开黄色玩笑啊 但是你要我路过这货 却忍住不说的话 那我确实也做不到啊 神话人物的雕塑呢 一般都会有明显的特征 而这个雕塑呢 是生育之神普里阿普斯啊 他的特征也确实很明显啊 好了 那我们从这个竖着西斯廷牌子的门 往里走 一进来就会看到里面堆了一个 石头动物园啊 但是呢 他是用绳子拉住的 就像真的动物园一样 记住啊 这些让你看见 但又拦住的地方呢 大多都是课金项目 提前预定花钱 就可以放你进去看 但我总觉得 比起近距离端向这些石头动物 让绳子外的人看到自己 或许才是这个项目 最大的价值所在 好的 一直往里走啊 会看到一个没有脑袋 没有手 也没有腿的躯干 但这一坨肉 周围也围着一圈绳子 让你感觉很重要的样子 事实上呢 这坨肉 他真的很重要 因为他是天王之王 米开朗基罗的灵感来源 一会儿呢 去西斯廷就会看到啊 他当年画的天顶画里的人物 有一大半都源于这个躯干 在这个躯干的基础上 加个手 加个腿 加个脑袋 再套件衣服 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人 简直像一个个巴比娃娃 那么说到这里 我们再回头去看看那个拉奥孔 你知道吗 米开朗基罗 他除了是雕刻大师 同时呢 还是一个造假大师 有人说这个拉奥孔 其实是米开朗基罗伪造的 然后故意埋在土里 让教皇去挖的 所以你说他当年 为什么会那么清楚 这条手臂是弯的呢 当然这些都只是都市传说 或许都只是巧合罢了 全当听个乐就行了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接下来呢 要走一条很长很长很长的走廊 前段呢 是雕塑 中段是挂坛 后段是地图 注意这最后一段啊 它是整个博物馆最出片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来的时候是忘记 不管怎么拍 都像在春运的后车时 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也不难 那就是早点起来 一开门就直冲这条走廊 去他的拉奥孔 去他的普利亚普斯 那赶在没有人的地方 把该拍的全都拍了 那除此之外呢 我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那顺着这条走廊 一直走呢 就会迎来博物馆的 两件镇馆之宝 要知道啊 梵蒂冈的法宝 和其他所有妖精洞的 都不一样 它们不是物件 而是房间 走到底左转 就是第一个拉费尔房间 这是由拉费尔及其团队 装修的四间房间 每个房间呢 都有自己的名字 最大的亮点 是覆盖在墙壁和天花板上的画 虽然不全是拉费尔亲手画的 但他至少也算个总导演 那其中最有名的呢 就是这幅雅典学院 关于这幅画呢 我不想做太多介绍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我之前做的 关于这幅画的视频 那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这幅画呢 其实就是把柏拉图 苏格拉底 毕达哥拉斯 这些古希腊先贤拽到了一起 让他们穿越时空 开一个站着的座谈会 那拉费尔呢 把当时的艺术界三巨头 也都请了进来 他们分别是 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和他自己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对照这三个人的头像 找找他们在画中 分别在什么位置 总之呢 拉费尔就是凭一级之力 把自己拉到了 和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 平起平坐的地位 那这些壁画呢 都是西方艺术史上的杰作 这没有任何人会反驳 但是现场看呢 会有一种在十平方米的房间里 挂一百寸的电视的感觉 关进来这个房间里 总是挤满了人 然后你会看见 一房间的后脑勺 面对一墙壁的限制 你会觉得自己仿佛 乱入了古惑仔的雪拼现场 那事实上或许只有教皇 或者梵蒂冈的清洁工 才能感受到 这些杰作带来的 真正的冲击力吧 在这么拥挤的环境中呢 我只能把目光 向别的地方望去 而真正打动我的 恰恰是一块不起眼的天花板 在军事坦丁大厅的天花板上 画着这样一幅画 在神殿中 象征异教的古罗马神像 被砸得粉碎 雪耀带之的呢 是唯一且绝对正确的 基督神像 真正有力量的作品 是会让人产生思考的 这样一个画面 不禁叫人犹豫不决 砸碎雕像这种野蛮行为 究竟是在歌颂 还是讽刺呢 如果是讽刺的话 在天主教的中心 梵蒂冈的天花板上玩这套 还真的是在太岁头上动突 好了 我们不暇戒毒了 接下来呢 跟着指示牌去看 最后一个宝贝 希斯廷教堂 前面说过啊 这里不能拍照 不能录视频 也不能说话 我们在这里呢 只能假装自己对艺术很感兴趣 为了不让整个过程 变得太无聊 我想换个角度 带入整个场景 把自己想象成米开朗基罗本罗 这个教堂 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 当然侧面一些小尺寸的壁画 是他的前辈的作品 但相比拉费尔 他带着一支近50人的团队 完成了那四个房间 米开朗基罗 仅凭一己之力 就完成了整面天花板 和整面墙壁 足见这个人有多强 但是呢 能力和待遇 有时候往往并不成正比 米开朗基罗的老板 教皇如略二世 在项目期间经常拖欠他的工款 为了讨薪 米开朗基罗甚至还罢工过一段时间 重新开工后呢 又发现隔壁有个20岁出头的小子 正在在这一整只 施工队装修教皇的办公室 那老东西究竟给他开了多少钱 才能请这么多人 而更气的人的是呢 他发现这四个房间里 有许多创意 都是从他画到一半的天花板中偷来的 至少米开朗基罗 是这么认定的 所以每当我看到 凡帝光博物馆大门上 他俩排排座的雕像 会不会当场吐血再次一次 anyway 收尾西斯廷 想象一下米开朗基罗 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做的这个项目 带入他的心情 我们再来看看他都画了些什么 天顶的主题呢 是创世纪 上帝花了七天 创造了世界 并创造了第一个人类亚当 然后呢 为了给亚当姐们 又创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 接下来呢 他俩在伊甸园里偷食禁果 触怒了上帝 他俩的后代呢 又在不停的挑战上帝的敌线 上帝最终忍无可忍 降下大洪水毁灭地球 那到这里呢 似乎没有任何异常的 因为这些都是圣经里写的 而有趣的地方呢 恰恰在于 你看这幅天顶化的角度 这个教堂里面啊 有一个栅栏 这个栅栏呢 是在米开朗基罗来之前 就已经有的 它的作用呢 是把普通民众和统治者隔开 当时的老百姓呢 是没有资格穿过这道栅栏的 当然现在参观的时候 是可以两边走的 好 那么现在就站在绳职人员 就是比较宽敞这边的角度 抬头看 你会发现头上全是神迹 上帝创造光 创造日月 创造世间万物 接着呢 我们再到平民这边 抬头看 全是灾难 什么被逐出伊甸园啊 大洪水啊 诺亚醉酒啊等等 那这些是有意为之吗 不知道 但想想好像也蛮有道理的 神迹嘛 那当然是伟大领袖创造的 而平民即使经历了灾难 还得在胸口画十字 感谢上帝 即使灾难本身就是 上帝创造的 那这不是我的解读啊 这是米康朗基罗亲笔画的 那除此之外呢 他还在正面的这一面啊 健身教练看年会中 又再一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 他在画中呢 将自己画成了一张人皮 而拎着他这张皮的 正是他当时的老板 教皇如略二世 可以说啊 整个西斯廷 处处都能感受到米康朗基罗 作为一个打工人的咬牙切齿 其实西斯廷还有很多亮点可以说啊 但是我这里不能再展开了 因为视频已经太长了 那接下来呢 我还要讲讲离开这里的逃生路线 西斯廷啊 是不能从入口返出去的 那现场呢 有两个出口 但也不是想走哪个就能走哪个的 因为一个是散客出口 另一个呢 是跟旅行团时的出口 如果走团出口呢 会有一条捷径 可以直通圣彼的大教堂 那开头就说了 如果你想一天 把三个景点全都串掉的话 最好抱一个团啊 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不然的话 你就只能从散客出口出去 回到进来的地方 然后绕过整个凡蒂冈国啊 走到圣彼的广场 那差不多要走20分钟吧 那接下来呢 再排至少一个小时以上的安检队伍 取决于队伍的长短 才能够最终进入教堂 那许多年前呢 散客啊 是可以混在别的团队后面走捷径的 但现在凡蒂冈好像发现了这个漏洞啊 已经补上了 不行你可以试试 大概率会被逮住 而且逮住确实蛮丢人的 哦对了 还有一个建议 如果你进来的时候呢 在门口租了一个语音导览器 不管你有没有跟团 都不能走捷径 因为你必须回到出口住归还导览器 这大概又是凡蒂冈留的 另一个特种冰坑吧 好的 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那下期呢 我们会直接走捷径 去看圣彼得大教堂 感谢你看完 拜拜 既然你都等到这里了 如果你是散客 从西四庭的散客出口出来 其实也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他挂着一幅梵高的花 很少有人知道 那回到出口出南 先别急着出去 一直走 在这个位置 有一幅卡拉瓦桥 和一幅拉费尔 他们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绝对的代表作 OK 拜拜 拜拜